农历3月3号是玄天上帝生日 宜兰罗东每年都会举办活动 但由于疫情停办了三年 今年复办以板斗的形式洗开300桌 也吸引了许多民众热情参与 在定桌现场大排长龙 有民众前一天下午就来公所排队 好多人哦 罗东公所外大排长龙都排到广场去了 为了定桌有人前一天下午5点就来报到 今天早上5点来排队的民众 号码牌已经拿到780号 几点就来排了 排到几号 我没拿到号码牌 存着一丝希望 更有民众没拿到号码牌 仍心存希望 就是想要定桌吃拜拜 宜兰罗东每年农历三月初三 都会举办弟爷生吃拜拜 庆祝玄天上帝生日 由于疫情停办三年 今年终于复办 席开300桌 一人可定三桌 看看这一个个丰富 菜肴山珍海味 餐厅业者估算 至少都要4000元起跳 但民众只需要付3000元 就可以吃得到 尽许多民众参与 8点开卖9点20分就玩售 墙上公告一个个都贴上 售丸标签 真的抢手 目前在现场可能大概超过200个人 超过200个人 是我们号码牌 是花到170金站 宜兰罗东地爷生吃拜拜 甩开疫情重新复办 即便排队现场下了点语 也无法交习民众的热情 记者李克燕一栏报导